《佛說阿彌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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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法師慈悲 各位蓮友 南無阿彌陀佛 今天我們繼續學習《佛說阿彌陀經》 接下來學習的這段經文 應該是我們念佛人最歡喜的 因為這是講到極樂世界保持蓮花的這一段 這是我們去了極樂世界所出生的地方 我們今天在這個世界 是從媽媽的肚子所生出來的 那傳說 西幽記裡面的孫悟空 他是從石頭裡面所蹦出來的 那我們念佛人倒是在極樂世界 是在七保持八功德水裡面蓮花當中所化身 我來讀一遍經文 佛說的 你看 極樂世界有寶物做成的水池 那還不是像我們這裡是用泥土做的 而極樂世界水池裡面的水 叫做八功德水 有功德的 就不是像我們的自來水 那水池旁邊還有寶物做成的樓閣房子 那水池裡面還有五元六色放射光明的蓮花 這是我們過後出生在淨土 唯妙殊聖的好地方 所以各位聽起來好不好 當然好啊 我們一般人如果說家裡要生孩子 一定是選好的醫院讓太太所生下來的 是不是? 那我們以後的地方 就選最好的阿彌陀佛極樂世界七保持裡面 蓮花當中所化身 那也是很合理的啊 那先講阿彌陀佛的水叫做八功德水 跟我們這裡的水是不大一樣的 我們這裡有自來水 有礦泉水 新加坡還有再生水 那現在世界各地還有很多的污染水 但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沒有八功德水這麼好聽的 是不是? 你八功德水 你一聽就知道說這是很美好的啊 是啊 八功德水 雖然你一開始並不知道這是什麼 但是你又聽就感覺很好 那佛說的八功德水 它是清淨的 是清涼的 是又甜又好喝的 而且它的重量非常的清和 不像海嘯那一種水 你看海嘯 它是會把人給沖走 給沖死的 那種水是很恐怖的 但是阿彌陀佛的八功德水就不會 阿彌陀佛的八功德水 它是清淨的 最重要的是 佛說我們一喝這個八功德水 會讓我們身心安樂 這是我們這裡的水所沒有的功能 因為我們這個世界的水 它甚至會害人家打架的 你看新加坡跟馬來西亞 這兩個國家 為了水的問題 吵架吵了多久呢? 好像為了水的價錢 一直爭來爭去的 今天如果說有一個水 能夠一喝 讓人家不吵架的 甚至還可以讓人家手拉手的 那你想想看 這個水多好呢? 那這種水就是八功德水了 世界也有類似這樣子功能的水 但是我們這裡一般是不大好的 你看 像這個毒品 迷幻藥 喝酒等等的 你看這些水是很厲害的 會讓我們頭暈暈的 還有醫生的麻醉藥 一打下去整天就不會醒了 所以你能夠說水沒有力量嗎? 不是的 水是很有力量的 甚至可以影響我們的思維 所以阿彌陀佛的八功德水 它能夠讓我們安樂的話 其實也不奇怪了 畢竟這個世界的水還是有一些力量的 只是說我們是負面的力量 阿彌陀佛是正的能量 一個故事是這樣子的 有一位叫許太太的人 許太太在沒有遇到佛法之前 她有遇過一件事情 那個時候她發現自己的先生有外遇 就是跟別的女人跑了 所以她感到非常的傷心 那人如果說沒有念佛 沒有阿彌陀佛的依靠 一旦遇到什麼逆境 就是很容易動歪腦筋的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這位許太太 當她知道自己的先生跟人家跑的時候 她一時想不開 就吞藥自殺 整罐毒藥給她吞下去 人有時候就很奇怪 你看 為了一個不愛自己的人跑去自殺 賠掉自己的命 也不知道是為了什麼 好像說 你現在身上有1萬塊錢 結果你現在丟失了1千塊 結果她說 她很傷心 她現在不見了1千塊了 所以她把剩下的身上9千塊錢 全部都丟掉好了 各位 請問你會這麼做嗎? 不會的嘛 你才不見了一點點的錢 你怎麼會把剩下的錢全部都丟了呢? 你這個會不會太奇怪? 我們應該更好把握住自己剩下的錢才是 你怎麼會全部都丟掉呢? 但許太太就相反啊 她先生跟人家跑了 結果還把自己的命給賠進去 她全部都丟光光了 再講 人跟人再親也好 也不可能說永遠黏在一起的 這個夫妻也好 總是會有分開的一天 尤其我們講的死亡 每一個人都是避免不了的 各位 你現在沒有跟小三跑啊 以後你就是跟閻羅王跑啦 如果說你沒有到淨土 自己再去輪回 什麼都忘記了 講多愛也好 到時還不是要再娶下另外一個人 哎呀 講這種真實的事情 對人類的心又是一種衝蹟了 不過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世界顛倒的真相 你不講也好 人與人之間在親 都會有分離的一天 除非你是到阿彌陀佛的淨土 才能夠加親 眷屬 勇團聚 要不然在這個世界 你遲早都是會分開的 所以講到分離的業力的時候 也只能去接受 就不能再過度消耗浪費自己寶貴的生命能量了 我們要知道 我們能夠當人的機會 還能夠當人的時候遇到阿彌陀佛的機緣 是千萬劫來難得的一次 遇到了 錯過了 下一次就不知道是哪一劫才會同樣的遇到了 只是說 沒有信仰的人看不清楚 只會把自己全部的精神都放在世間的事情上面 那一旦事前的事情沒有了 又沒有阿彌陀佛的依靠 她整個人就垮掉了 許太太就是因為這樣 遇到先生外遇 就喝毒藥的自殺 那喝了毒藥以後 被人家發現 立刻送到醫院去 但是醫生說 真的很難救 因為整罐毒藥基本上都喝了下去了 各位 這不是喝那種維他命水 是喝毒藥啊 所以許太太當時一直昏迷不醒 一個星期都沒有醒過來 醫生都沒有辦法 那當時 雖然說這位許太太看起來是昏迷的 但是她也是有意識的 她就說 她在昏迷的這段期間 她是迷迷糊糊到了一個地方 她說 當時看到一個像安公的人 安公 就是福建話閩南語嘛 就是神明的意思 她說那位神明 那位神仙全身都是金山閃發亮的 後來才知道那尊是阿彌陀佛 當時阿彌陀佛並不知道 所以看到阿彌陀佛都當作是神明 許太太說 阿彌陀佛那個地方很莊嚴 很舒服就對了 她根本就不想離開 想要留在那裡 所以她就跟阿彌陀佛說 哎呀 我不要回去啦 世間很多的苦難 我要留在這裡好不好呢? 我就留在這裡幫妳掃掃地 她說要把阿彌陀佛掃地 阿彌陀佛就跟她說 你不用啦 你看我這個地上都是金山閃的 不用妳再掃地啦 結果 許太太一看 還真的地上很莊嚴 都是一成不然的 那不能掃地啦 那許太太又說 要不然我幫妳掃掃水也行 但是阿彌陀佛說 我們這裡的水是不用煮的 那些水是自然又甜又好喝 不相信的話 你試試看 你試喝 你就知道了 結果 許太太就喝了一口 她就說 到了現在幾年了 她還是忘不了阿彌陀佛那個八功德水回味無窮 真的是有夠甜美清爽的 一喝下去 就心開意解身心舒服 各位 你們聽了 會不會流口水 不要羨慕了啦 我們念佛人 以後到了淨土 妳可以喝到飽啦 那喝完了 阿彌陀佛就告訴她說 妳現在可以回去了 妳回去的時候 就是1號了 這一下子 許太太突然就醒了過來 一醒 她就看到她親戚在旁邊哭 那親戚看到這個許太太醒了過來 馬上去叫醫生 還真的 當天是1號了 就昏迷7天才醒過來的 在這個醫生沒有辦法救的情況 但是喝了阿彌陀佛的八功德水 那可以說是蒙佛利加持 洗掉這個毒物 她壽命沒有到 所以就起死回生 要不然 也不可能說整罐毒藥喝下去 還能夠救回來的 妳試試看就知道了 不要真的是 我只是開玩笑而已 所以這是一個跟阿彌陀佛八功德水有關係的公案 妳看 阿彌陀佛的八功德水 她就不像是說用我們用嘴巴喝的 因為這位太太是在婚禮當中也能夠享受得到 所以是彌陀加持成就的 我們以後到了淨土 就享受這種水 其實我們現在只要念佛 也包含了八功德水的利益了 畢竟佛號 它是萬德轟名 所以 我們也不用說 現在整天就想要說 阿彌陀佛 妳最好拿一杯水給我喝啊 我們都不用這麼想 平常還是平平淡淡的念佛就行了 只是有些人可能覺得說 哎呀 這樣平淡很無聊 覺得人生要很多的變化才會有趣 其實這個生活環境如果常常變化太多的話 是一點都不好玩的 像我們有些已經上了年紀的人 應該不難發現說我們現在的社會 這幾十年來都變化得太大了 妳不要講這個老年人追不上 現在連年輕人都吃不消了 上次我聽到有一些蓮友說 他說他才30多歲 但是現在還是要不斷地學習課程來充實自己 讓自己進步 要不然隨時會被工作的老闆給放棄 老闆就寧可請一些年輕力壯 20多歲 有新知識的青年人 我們看 連30多歲的人就要開始被淘汰了 就社會變化得太大 自己以前10多年所累積的這些知識 技術 隨時都會被認為是古董被淘汰掉 所以搞到人心很不安 那上了年紀的人就更不用講了 從以前沒有手機電腦的時代 到了現在 人人都有一台手機在手上 再不會這些科技的話 搞不好連工作都沒有辦法做了 所以有一些年紀大了 還要傷腦筋的學這些 這生活都被搞亂了 妳看看 現在出去叫計程車都是用手機的 什麼都靠這個科技 如果說那些計程車的司機是年紀大 還真的做不了這些事情 所以 再不會用科技 連生活可能都沒有辦法過了 甚至退休了 妳還擔心說世界有什麼國家 經濟戰爭 還擔心自己的退休金 價值縮水一大堆等等的 所以各位 聽完這些 妳現在還會覺得說 人生是不是需要很多的變化呢? 其實太多的變化帶來的刺激 還不如說平淡一點 能夠讓我們更加的安心 就是我們平常能夠平平淡淡 一句一句佛號念到底是最好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變化 也不一直掛藥要有什麼特別的對象 就是平平凡凡的念佛 最後就平平淡淡被阿彌陀佛接引到淨土 是最理想的 這樣子的念佛 雖然說我們是為了往生淨土 但是自己在世間的命運 妳不知不覺的就改變了 雖然說外面的社會變化得很大 很動盪 是我們生活在一起的共業 但是共業當中是有別業的 就是同樣的社會生活 但是妳會有不同的感受 畢竟念佛有阿彌陀佛的慈悲加持 就能夠跳出外面世界的業力了 這是我們可以感受得到的 像我們跟那些沒有學佛的朋友同事 雖然說都在同一家公司做事 都在同一個社會生活 但是我們念佛人可能就顯得比較安心安樂 沒有感到這麼多的壓力煩惱 這就是跳出社會工業的一種表現了 像我記得我在出家之前 在上大學讀書的時候 我覺得說比那些同學就快樂得多了 畢竟我們是有佛號可以念 有阿彌陀佛可以依靠的人 這是可以自己感受得到的 那到最後我們念佛人就跳到極樂世界的七寶石 八功德水裡面的蓮花化身 那真的是功德圓滿了 所以佛就說我們念佛人是人中分陀利花 天性菩薩也講 正覺花化身 那古代德法造大師也說 此界一人念佛名西方便有一蓮身 就是說我們念佛人是大白蓮花 是分陀利花 因為我們到了極樂世界 畢竟是從八功德七寶石裡面的蓮花當中所化生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裡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 極樂世界自然就有我們一朵蓮花 講得白話一點 我們現在就是已經跟阿彌陀佛預約已經不僅好的 其實講得更仔細的話 也不能說是我們跟阿彌陀佛預約的 因為這一切是阿彌陀佛早就準備好要送給我們的 你看《觀經》裡面有講 《如此妙花是本法藏比丘願力所成》 就是說 極樂世界的蓮花本來就是法藏比丘 法藏比丘就是阿彌陀佛的前身 就是阿彌陀佛願力所成就的 所以剛才所講的種種利益 其實都是阿彌陀佛已經準備好要送給我們的 就不是說我們去求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才給的 是阿彌陀佛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古大德 偶一大師也說 功德皆是已成 非經非當 不是說我們現在念佛 阿彌陀佛才給我們準備好 也不是說要等到未來 我們跟阿彌陀佛要 阿彌陀佛才給 而是 阿彌陀佛早就成就好一切 就好像說 這個媽媽已經把食物煮好 準備好 放在桌子上等著我們來吃而已 不是說還沒有準備好呢 不是說我們要去求媽媽煮飯 媽媽才煮的 而是媽媽一早就給我們煮好了 就是說 這是現成的 阿彌陀佛就是這樣 阿彌陀佛在食節之前 他就已經準備好一切功德 就要送給我們這些十方眾生的 所以我們現在只要念佛 當下 立刻 不用等那下一秒 就有現成的淨土蓮花 所以法造大師才說 此界一人念佛名 西方便有一連身 我們看多快 馬上念佛 當下就有蓮花 為什麼 因為這些都是阿彌陀佛一早就準備好的 是阿彌陀佛一早就準備好 這個蓮花等著我們了 當然念佛就有了嘛 所以有些人誤解 以為說我們現在是求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才給 也有些人誤會啦 以為說我們現在念佛 是等到未來臨終阿彌陀佛才給 都不是的 是阿彌陀佛早就在十節之前 給我們每一位眾生 在極樂世界已經種好了蓮花 世間人講的 生米已經煮成熟飯了 就是阿彌陀佛已經把我們預定好這個位置了 現在阿彌陀佛只是等著我們接受而已 要怎麼接受呢? 要接受就是念南無阿彌陀佛 我們看善老大師說的 我們看我們念南無阿彌陀佛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念南無阿彌陀佛 就是表示我們接受阿彌陀佛的意思 有些人說 就這麼簡單嗎? 是啊 就是念佛這麼簡單 善老大師說的 只要念南無阿彌陀佛 以失意故 必得往生 想想看 我們今天叫人家過來 不也是叫名字而已嗎? 我們看到小名就叫小名 小名就過來了 我們看到小花叫小花 小花也回應了 是不是? 就是叫名字這麼簡單呢? 要不然你還要怎麼樣呢? 難道說今天你要唱歌跳舞 叫人家的名人家才會回應嗎? 那不是的嘛 就是叫名字而已 相同的 南無阿彌陀佛念了 阿彌陀佛就到了 如果念了佛 阿彌陀佛還不來 那怎麼能夠說得過去呢? 人一叫就過來了 結果阿彌陀佛怎麼叫都不會過來 像有些人說的 阿彌陀佛喊到喉嚨破還不來 那你這個有沒有搞錯呢? 所以法造大師說的 此界一人念佛名 西方便有一連身 一念佛 阿彌陀佛就送來蓮花了 真的就是這麼殊勝 有一位同居士就分享過這樣子的經驗 同居士是一位媽媽 有一次她帶著7歲的女兒來到道場 參加念佛共修 這小女兒也很好 她來了以後就是跟著大家念佛 但是畢竟也是小孩子嘛 小孩子念了一下子 就想要睡覺了 那媽媽就帶這個女兒去休息室睡一下 而她就繼續參加念佛 差不多30分鐘以後 這小女兒就睡醒了 她是很高興地去找媽媽同居室 為什麼這個小女兒很高興呢? 因為小女兒說 剛才在休息室睡覺的時候 就夢到阿彌陀佛去起樂吃節了 所以媽媽聽了以後就問 阿彌陀佛長什麼樣子的? 小女兒就講阿彌陀佛長得可好看 一直笑眯眯的 而且她的臉部都是圓圓的 很莊嚴的 而且小女兒說 她也看到阿彌陀佛那裡的水池裡面 有很多的臉花 而且臉花上面還有她的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的名字 其實要小朋友認識字啦 看到家人的名字自然能夠講得出來 那其他的臉有聽到也很興奮 也可以說他們也很雞婆啊 為什麼? 因為他們聽到以後就跑去問 那妳有沒有看到我的名字? 就想要滿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 其實也不用問了嘛 極樂世界本來就是有我們的臉花位置的 阿彌陀佛成佛的時候 就完成了十方眾生往生的功德 所以怎麼可能沒有我們的位置呢? 就算現在有人告訴妳沒有啊 妳也不要想像那些鬼話啊 我們是信佛的 所以我們是信佛的話就行 我們是不聽鬼話的 你看《觀經》裡面就有講啊 《如是妙花》是《本法障比丘願力》所成 阿彌陀佛是已經成就好的 所以法造大師說 慈藉一人念佛名西方便有一連身 這就是所謂阿彌陀佛的慈悲 他給我們平生夜程的利益 平生夜程就是說 我們現在念佛 現在就已經往生決定 因為念佛的當下 極樂世界就有我們的臉花 我們看 剛才那位小朋友講的 他的家人其實都還在這個世界 他們的家人都還沒有往生喔 但是現在極樂世界就有他們的臉花 我們講平生夜程 往生決定就是這樣 不用等到臨終的 阿彌陀佛臨終的時候 帶蓮花來接我們 他只是在兌現他平常跟我們的約定而已 就是說我們平常念佛的時候 阿彌陀佛其實就已經跟我們約定好 所以臨終的時候他才要過來來復約 就好像說現在有一個大學生 他提早考到大學 那幾個月以後才正式的去上課 那幾個月以後再去上課 不是代表說現在還沒有及格 他現在是已經及格了 他現在是已經被大學錄取了 只是到大學報到的時間還沒有到而已 等到開學的時間一到 學校一定會給他通知的 會讓他入校的 相同的 講平生夜程 講我們現在念佛 現在極樂世界就有我們的份 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被阿彌陀佛正式錄取了 我們現在每天念佛 就是等著我們的壽命到而已 到時壽命到的時候 阿彌陀佛一定來接引的 到時不管臨終發生什麼事情也好 阿彌陀佛一定來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早就錄取了 我們一早就是阿彌陀佛的孩子了 你想想看 有父母都會忘記接這些孩子回家嗎? 不會的啊 那阿彌陀佛又怎麼會忘記 我們這些天天念他想他 在說婆世界流浪的孩子呢? 所以除非是阿彌陀佛打妄語了 要不然阿彌陀佛一定會來接引我們念佛人的 這是100%的 阿彌陀佛0.0001%不來的機率都沒有 不然阿彌陀佛咋忘語了? 阿彌陀佛是跟我們發誓約定好的 所以怎麼可能還不來呢? 他不來怎麼行呢? 因為阿彌陀佛講的 他是已經 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他很大師說 成就兩個字就代表說 不可以破壞的意思 就是阿彌陀佛跟我們的約定是已經成就的 是永遠不會被破壞 現在淨土的蓮花就是穩穩蕩蕩屬於我們念佛人的 誰都帶不走 誰也不能破壞 所以像上次聯誼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他說自己信佛念佛 但是他的家人 他的親戚 甚至自己的另外一半是其他宗教的 那這樣子念佛 到底能不能往生淨土呢? 各位 能不能往生? 一定往生的啦 你這根本就不用問的 阿彌陀佛難道還會輸給外道嗎? 當初整個摩羯的魔王來干擾佛 佛的眉毛都不會砸一下 反而還能夠度化了對方 所以我念佛人 其實不管未來發生什麼事情 什麼溺源也好 還是100%絕對往生淨土的 就算有什麼業障 講得不好聽 有什麼冤金債主也好 也絲毫不會影響到阿彌陀佛的救度 為什麼? 很簡單 就因為阿彌陀佛是慈悲的 就因為阿彌陀佛是不可思議的 各位 想想看 如果說你現在的孩子被人家綁架了 請問你會怎麼做? 你會不會說 哎呀 孩子被綁架了 算啦 我當作少生一個好啦 各位 你會不會這樣? 不會的嗎? 如果說我們家的孩子被人家綁架了 肯定不管怎麼樣都要把他救回來 是不是? 多少贖金都會給 就是要把孩子救回來就是 相同的 我們一輩子念佛 就是阿彌陀佛的寶貝孩子了 如果說你突然被這個冤金帶走綁架去了 難道阿彌陀佛不會補救嗎? 那你這樣子怎麼能夠講得過去? 我們看 當初釋迦牟陀佛在印度的時候 他這個安難尊者 被外道用咒語給迷惑去了 哇 釋迦牟陀佛在遠方知道了 馬上放光地去救這個安難 因為這是自然的嘛 畢竟都是清淨 那我們念佛人也是啊 你看 善導大師說的 我們念佛人跟阿彌陀佛有親緣 淨緣 真上緣 名譽忠實 佛義慎重 自來迎接 諸邪業績 無能愛走 所以我們念佛人要跟阿彌陀佛這麼親近 甚至比父母跟孩子的關係更加的輕 那自然的 不管什麼樣的惡業 血業 都不能障礙阿彌陀佛的救度的 尤其我們講 阿彌陀佛是大慈大悲 救苦救難 那當我們有苦的時候 阿彌陀佛肯定是要越救我們的嘛 怎麼會放棄我們呢? 所以善導大師也說過 萬年三寶滅 此經駐百年 而時文一念 皆當得生彼 這是根據《無量壽經》所講的 在《無量壽經》 佛就給我們保證了 以後到了所謂的滅法時代 滅法時代 就是所有的佛法生 就是所有的佛法 經典 出家人都消失了 那個時候 基本上就很可憐 是道德輪上到很嚴重的時代 但是 那個時代只要念南無阿彌陀佛 就算最後只有念一聲佛號 阿彌陀佛還是會照樣會來救到極樂世界 所以這是阿彌陀佛的慈悲保證 那既然在那樣惡劣的時代環境都能夠成就的話 那更何況是我們現代呢? 所以我們現在在娑婆世界的緣分 就算真的很不好 但是只要念佛 阿彌陀佛決定會救度的 講到平生夜成 我們往生決定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在歷史上遇過幾次的法難 像中國的歷史上有幾次這個王弟看到佛教就破壞佛法 逼出家人還俗 把金書燒掉 把試驗佛像給毀掉 甚至有些時代連佛的字都不可以講 講了還要被處罰 環境已經惡劣到這種地步 但是念佛往生淨土的人還是大有人在 為什麼? 因為這個法門是靠阿彌陀佛救度的 既然是靠阿彌陀佛的救度 當然自己的環境再惡劣都不會受到影響的 像有一位戴居士就分享過他奶奶的故事 這是幾十年前的事情了 那個時候是不准人民學佛的時代 連佛法都不可以講 不可以學 不可以聽 那戴居士的奶奶 那個時候也就是看不到的 不過很奇怪 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位老奶奶就是會念佛 戴居士是跟那個奶奶住在一起 不時不時會聽到老奶奶念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的 那幾十年前 那種生活很苦 生病可能都沒有錢看醫生 有做工的 甚至可能都沒有錢吃飯 生活就很苦 但是老奶奶就會不時不時念佛跟阿彌陀佛祈願 又講一些阿彌陀佛保佑之類的話 那很特別的 這樣子念佛他們一家 還能夠在那個亂時代平平安安的度過 沒有受到怎麼樣的大傷害 所以真的是像一般所聽到的 阿彌陀佛真的是大慈大悲 救苦救難 只是當時家人對老奶奶念佛 就很看不起的就是 畢竟那個時代就是很排斥佛法 戴居士就記得 這位老奶奶過世的時候 基本上對他們當時的人來說 就是一個甜大的笑話 為什麼? 因為過世之前 其實老奶奶並沒有生病 也沒有痛苦 但是就只有一點小感冒 過了沒有多久 老奶奶就主動說 她不要再吃東西了 她連續一個星期都不吃東西 這種情況 一般人可能是受不了的 更不用說是80多歲的老奶奶 但是老奶奶當時並沒有什麼痛苦 只是她身體就比較弱而已 那個時候 所有的親戚朋友都來了 結果老奶奶看到大家就說 哎呀 我的乾爹 我的乾娘 我的乾姐姐都來找我了 我要走了 大家就很好奇啊 老奶奶80多歲了 那妳的乾爹 乾娘 乾姐姐 不是年紀更大了嗎? 甚至可以說 都是不在世間了 大家就問 妳那些乾親戚到底在哪裡呢? 結果沒有想到 老奶奶就說 我的乾爹是阿彌陀佛 我的乾娘是觀世音 還因為乾姐姐 那大概就是大師至菩薩了 我們念佛人 如果聽到這樣子的消息 一定會覺得很殊勝 很歡喜的 哎呀 這個阿彌陀佛跟全部的菩薩都來接引了 但是 剛才說了 那個時代是排斥信仰的 所以 當時其他的家人 親戚朋友 聽到老奶奶這麼說 都是笑了出來了 就笑說 講什麼阿彌陀佛呢? 政府都說 這些是騙人迷信的 妳看看 當時就是沒有人相信 沒有一個人去理老奶奶講的話 而且大家還嘲笑她 就沒有想到 老奶奶說阿彌陀佛來了 沒有多久 她還真的就往生了 過了幾十年 戴居士遇到我們這個法門 她才回想起自己老奶奶那段 讓全家人笑話的經歷 才知道 老奶奶當時一定是被阿彌陀佛 接引到往生極樂世界去了 要不然 不可能講出這樣子的話的 所以各位 這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他們那個時代 可以說是一個法難的時代 妳看 佛法都不能流通 那個時候 所以老奶奶一輩子對阿彌陀佛其實不是很瞭解的 她也沒有歸一 也不懂什麼回向不回向的 妳看 老奶奶就叫阿彌陀佛叫乾爹的 哪有人是這麼叫的呢? 所以看得出 老奶奶信阿彌陀佛 就是可以說是不清不楚的 但同時候 妳也可以感受到 老奶奶跟阿彌陀佛就很親 因為她把阿彌陀佛當作她的爸爸 不過 當時是被她家人排斥 當笑話來看 所以更不用說 她過世的時候 還有什麼註念不註念的 也沒有像我們現在這樣 有這麼舒服的環境 妳看 我們現在還有道場 還有法師開示 還有網絡 可以隨時直播看得到 他們那個時代 妳看 這些條件統統都沒有 緣可以說 非常的惡劣 但是 照樣念佛往生淨土 阿彌陀佛跟所有的菩薩都來接引她了 觀經說的嗎? 只要念佛 那就不管懂不懂 不管知不知道 這個念佛人 就是蓮花人分陀麗花 觀世音 大世智菩薩還是她的好朋友 最後一定能夠生到極樂世界 我們看這位老奶奶得到的 完全是這句經文所講的 那各位 這樣的老奶奶 在那種惡劣的環境 念佛都能夠成就 那我們難道還擔心我們自己不行嗎? 所以說 如果今天我們在這個娑婆世界 真的遇到什麼阻礙都不要緊 我們就念佛教給阿彌陀佛就好 阿彌陀佛的慈悲是永遠不會捨棄我們的 不只不會捨棄 而且還會照顧我們 妳看 若念佛者 當知此人 則是人中分陀麗花 觀世音菩薩 大世智菩薩為其甚有 當作道場生諸佛家 我們現在念佛 現在就是分陀麗花 就是極樂世界的蓮花人了 到時時間一到 我們就到極樂世界的蓮花池裡面是報道了 所以今天是看到《阿彌陀經》裡面 提到我們到時在極樂世界所出生的地方 那那裡有七寶石 八公德水 蓮花種種的 那這些極樂世界種種的蓮花莊嚴 其實都是屬於我們每一位眾生的 因為我們只要念佛 每天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 以後我們就出生在那裡蓮花化生 所以可以說我們現在的命其實已經掛在極樂世界的蓮花了 是跑不掉了 我們現在念佛 現在就已經被錄取了 那不管以後遇到什麼樣的情況也是肯定往生的 因為我們已經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綁在一起了 除非說在動出放棄念佛而已 要不然你用念佛的話決定能夠成就的 那我現在把今天所學習到的法語讀一遍好了 事中蓮花 大如車輪 青色青光 黃色黃光 赤色赤光 白色白光 微妙相解 設立佛極樂國土 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觀經 若念佛者 當之此人 則是人中分陀麗花 觀世音菩薩 大識之菩薩為其甚有 當作道場 身諸佛家 法造大師 此介一人念佛名 西方便有一連身 但使一身藏補退 此花還道此間隱 善吳大師 言南無者 即是歸命 以時發願回向時義 言阿彌陀者 即是其行 以時義故 必得往生 好 那我今天先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繼續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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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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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